印度又被打脸了 砸28亿美元 耗资40年治理恒河不见成效 污染却反而越来越严重 据印度卫生部门统计 印度80%以上的疾病 都跟水导致的传染病有关 在印度人看来 恒河是圣河 死后将骨灰洒进恒河中 就会得到超度 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 恒河旁有专门焚烧死者的火化场 以布图为奇 甚至会有人将尸体 直接投入恒河水中 16年巴基斯坦论坛快报称 印度北方邦的恒河恒面水位下降 竟暴露出80多具人类尸体 其中有一部分已经腐烂 然而 虔诚的印度人民却始终坚信 在恒河中沐浴 可以洗涤生生世世的罪孽 一辈子至少得洗上一次 每年1月到3月的沐浴节 安拉阿巴德附近恒河 与亚木纳河的会合处 数十万名朝圣者沉浸在河中 虔诚祈祷 但根据统计 常年在恒河水中沐浴会导致患皮肤病的概率 提升到40%至50% 不仅如此 恒河流域生活着4亿人口 如此庞大数量的人口 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和工业废水兜兜转转 都会排进恒河之中 据统计 每天都会有将近37.85亿升 未经处理的污水和工业废水 被排入恒河之中 而这其中还包括人和动物的排泄物 世卫组织统计报告称 每100毫升恒河水就包含10万多个粪生大肠杆军 比正常河流整整高出200倍 印度不服中国 面对我国治理长江和黄河 中国 自己也很下心砸了28亿美元治理恒河 但对于恒河治理问题 印度可谓是屡败屡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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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20世纪80年代 印度政府就已经开始着手治理恒河了 为了盛河的捷径 前前后后发费了1.2亿美元 14年总理莫迪上台更是直接怒杂28亿美元 扬言要在20年前彻底治理恒河 那印度政府的大力投资究竟有没有用呢 2年7月 印度庞哲普邦的首席部长巴格万特曼 自信满满地视察恒河水治理情况 为了向众人展示恒河的治理成果 他端起杯子直接亲饮恒河水 一时间群情振奋 总理莫迪很满意 觉得巨额投入没百花 但他没高兴多久 很快就开始肚子疼 两天之后实在撑不下去 被空运长送到了医院 根据统计 从15年开始治理恒河 到18年10月3年的时间 印度总共投入8.2亿美元 然而总共236个治理子计划 却只完成了63个 只完成了四分之一 对恒河水的抽检结果 更是交出了一份惨烈的答卷 41处抽检区 达标的只有四处 从结果来看 恒河水的污染程度 反而比1986年治理之前更严重了 印度声称要学习中国 怒砸28亿美元治理恒河 为什么40年了 恒河还是那么脏呢 40年来 印度推出各种治理举措 但没有一个管用的 1986年 甘地政府发起了恒河行动计划 针对当时大量往恒河里 排放工业用水的情况 试图通过修复现有派污系统 建造污水处理场的方法 来限制污水排入恒河 以改善水质 据全国之力 在恒河沿岸建起来25座污水处理厂 每天处理10亿升污水 但实际上 因为当时工业快速发展 每天偷偷往恒河里排放的污水 有120亿升 根本处理不完 时间转眼来到了08年 新阁政府上台 加大了对恒河置污的投入 更是直接宣布了 更为严厉的禁牌措施 如果工厂没有相应的 废水循环利用系统 必须直接关门 但管得了工厂 却管不了沿岸四亿人民 天天往河里扔垃圾 大小便排生活污水 到了14年 末地政府提出 恒河清理计划 雄心勃勃的 要在20年前 让恒河面目一新 计划包含了 加强污水处理基础设施 清洁河流表面 植树造林 监测工业废水 河流开发 保护生物多样性 和提升公众意识等 诸多模块 但规划很丰满 执行很骨感 多数项目都没有完工 甚至有统计说 项目拨款 早就被各个帮的政府挪用 实际用来治理恒河的费用 还不到拨款的四分之一 这样40年下来 恒河污染 依然是印度 始终啃不下的一块硬骨头 我是X4情报员 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 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